社交媒体近年来快速发展 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更便捷的方式 去接触大量用户 让一些创新型的研究方法成为可能 不过近年来 包括脸书公司在内的全球互联网巨头 就不断被爆出泄露用户数据的丑闻 2018年3月 美国社交媒体平台脸书 被媒体爆出 与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咨询公司 违规分享8700万用户数据 这些数据来自英国剑桥大学 心理学教授亚历山大科根 2014年推出的一款 向脸书用户提供个性分析测试的应用 下载了这一应用之后 脸书用户及用户好友的居住地 和点赞内容等信息 被收集后转交给剑桥分析公司 数据泄密事件的举报者 剑桥分析公司前员工 克里斯托弗·威利指认 这家数据分析企业 切用脸书用户个人信息 用于帮助特朗普赢得2016年总统选举 而据威利透露的信息 在英国脱欧过程中 剑桥分析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威利和调查者们描绘的图景中 世界正在被数据公司操纵着 随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对此事展开调查 并对脸书开出50亿美元罚单 这是这一监管机构给科技公司开出的最大罚单 根据联合声明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还要求脸书公司 设立独立委员会 以加强对隐私数据使用的监管 脸书此后也承认 其全球20亿用户中 大多数人的个人信息 可能在用户未明确许可的情况下被收集 脸书泄密这一丑闻说明 尽管许多人还没开始在意 自己在网上的个人数据 但这些数据都存在被滥用的隐忧 信息专家说 用户个人数据被各种机构收割 贩卖乃至滥用 已是普遍现象